大家好,我是老万 这两天很多想买房车的人被吓坏了 因为有一个房车的车主发了一个视频 说以后保险公司不给房车上保险了 所以大家开始担心 昨天晚上其实我针对这个话题出了一个视频 我是请之前给我上保险的一个朋友 他也是保险公司的 我跟他咨询了一下 他告诉我的事没有问题 很多人说这个人不专业 那么今天我就做一期我认为相对专业的视频 在这个视频的背后 我会把人保公司的回复给大家付上 大家可以看一下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保险人士 我只是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想给大家去提供一些资料 所以我是搜集了一些资料 自己也强制性的学习了一下 如果有不专业的地方 恰恰您又是保险公司的 那您一定要在评论区给我留下正确的答案 如果您对这个事有其他的意见 虽然你不是保险公司的 您可以在评论区发表您的建议 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先说一下我们的机动车上的保险 就是房车吧 我们直接说房车 有两种 一种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些 这个是2006年1月开始实施的 我查到的 是在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里规定的 这个写入法律了 大家留意一下强制两个字 那强制指的就是 第一你车主必须卖 那么相反保险公司就必须卖 所以在强制保险这块 保险公司是不可能不卖给你的 只要你这个车符合法律手续 能上路就不可能不卖给你 不卖给你它就犯法了 你可以到保监会去投诉它 然后第二种就是商业保险 其实商业保险 既然带了商业两个字 那么从大的范围来看 保险公司就是要赚钱的 因为是商业它要赚钱 那么如果它评估你这个车 它赚不了钱 那它就有理由 并且有法律机具 不给你上保险 那么这个理由是什么呢 比如说 什么样的情况 不给你上保险 比如说你这个车 每年出好多次交通事故 连续出了好几年 保险公司就想 你这个人的钱 我赚不到你了 因为你交的保费 我还不够给你修车的 它有可能不给你上保险 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 你这个车做了一些非法的改装 它是也有理由 不给你上保险的 这是目前的两种情况 所以我说 那个车主不给上的 有可能是商业险 当然也存在一些 它的特殊情况 就是保险公司有这个权利 当然如果您还知道 有其他的原因 保险公司不给上保险的 那么您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大家 然后最后呢 我把我咨询保险公司的 聊天记录的截图 当然了 我把这个人名都会给模糊掉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目前我知道的情况 得出的结论就是 只要你是本地人 本地车上保险是很正常的 这个本地人 本地车指的是什么 不是单指你是北京人 北京车 比如说你是河北人 上河北牌 湖南人上湖南牌 广东人上广东牌 这个都是可以的 如果你是异地的 如果说你不是北京人 那么你还要上你北京牌 那你在北京有居住 也是可以的 就是这个政策和之前没有变 我做这个视频 就是想澄清一件事 就是大家 如果你真的喜欢方车 不要为这个事 就是一下子下注 不要人云亦云 其实很简单 你打个人保的客服电话 我就已经打完了 确定了 你打人保的客服电话 打平安的客服电话 你跟他说 你说我要买个什么样的车 上什么地方的牌 我可不可以上保险 那你自然也就有答案了 所以不要恐慌 凡事咱们都不怕 求个人问底 我们把这个事说清楚就好了 另外呢 老万只是一个拍视频的 不见得专业 本着一颗为大家服务的心 做了这个视频 也希望你在评论区 能够给我点赞 鼓励鼓励我 有一些知识不全面的 或者甚至是有谬误的地方 也请您多多担待 拜拜 关注老万 一起分享房车知识